携手2016中印陆军反恐联合训练 在印度奥恩德军营拉开帷幕 在为期十天的训练中 中印官兵混合编组 进行联合反恐演变 面对预言不通 训练方法不同等多个难题 两军官兵如何进行军事技能交流 他们最终又如何圆满完成训练任务 军事技史本期播出 暖风推过雪山 携手2016中印陆军反恐联合训练 即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天在印度奥恩德军营 一名印度军人正在展示直升机索将的技术动作 而在一旁观摩的 是一百多名远道而来的中国军人 直升机索将对于中国军人来说并不陌生 在国内也经常训练 只是这一次让中国军人感到不适应的事 印军的训练方法与国内训练完全不同 他在下降的过程他要求的是身体自然伸直 我们的话只需要两个脚夹住 腿端起来 它速度就慢了 把它的腿放直 它速度就快 然而在双方混变训练中 不仅在训练方法上有很大差异 因为欲言交流不畅 也让这次带队的碧连连长田连峰暗暗着急 至少你的手是抓紧的 你才敢往下走 这样 两个脚就跟你交紧 如果你的头不清醒 你的手就会松开 这是非常危险的 2016年11日 为了加强中印两军的合作交流 为期十天的 接手2016中印陆军反恐联合训练 在印度普纳市奥恩德军营举行 中印双方采取混编方式 分为A B两个连队 田连峰担任混编B连连长 按照联训的要求 田连峰将带领B连展开十天的训练 最后还要在中印联合反恐 士兵演练中展现他们的成功 那么在陌生环境 语言不通 训练方法不同的情况下 田连峰该怎么把混编B连带好 短短十天 双方能做到消除语言障碍 达到默契配合吗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几个 我们队内里面的常用口语 其实来印度前 为了更好的与印军交流 参加中印陆军反恐联合训练的中国军人 还专门学习了简单的英语 虽然有所准备 但真正来到印度 田连峰和他的战友们 和印度军人交流 还是存在很多不必 交流起来难度很大 因为我们的军官 可以说会一点点英语 然后印方的军官 他也会一点英语 他们的战士讲的是印定语 我们的战士只能听得懂 我们的普通话 三种语言在里面交替 进行组织这个情境 联训开幕式上 在欢乐的节奏中 印度军人表演的东方勇士舞蹈和体操 给中国军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中国军人表演的太极拳和中国功夫 也让印度军人很可兴趣 然而 尽管双方都有交流的愿望 但如何实现顺畅交流 还是摆在双方面前的一大困难 印军是职业军人制度 士兵的年龄大多都在三十岁以上 比我军平均年龄要大 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 不服气的那种感觉 因为他们年龄比较大 觉得我们没经验 在一些意见上面就出现很多分歧 还是拿了很多实际的一些本领 给他们证明 中印双方第一次共同的行动 马上开始 这是中印两军混连训练的重点科目 入室清角 入室清角科目 假设的是恐怖分子 已经占领这座居民的 此时执行反恐任务的士兵 必须按照一定的战术动作 突入室内 尽管开始之前 已经对所有人的任务进行过分工 但是中国军人和印度士兵的这次合作 频频出错 说的是一路前进 他就听成是一个人 就导致我们这个突入行动的话 带来一些麻烦 你们对那个房屋搜索完毕了吗 那个蓝车和棕色房屋搜索完毕了之后 你从那个往那个土包对面运动 往对面运动的时候 你的目标对这个方向 双方的语言不通 只能是靠基本的手势 还有就是那个副相的表情 来表达这个副相的感情 就是你们每一次进房间和出房间的时候 都有点打击 你们把脚下的步伐 每一个人走到哪个位置 都要把它练出来 第一次训练成功 天联方基本上看清楚了问题 他觉得练习的次数多一些 若是清江这个科目的问题 应该不难解决 你严重变得伤害 但是在跑位的过程中 对于现在 比如说我们的战士明确 我第一个进去 你第二个进去 在明确的这个分组定了位置后 仍然会存在 在训练过程中 仍然会存在这种分工 打乱了 搞混乱这个问题 突击完毕后 指挥员让我们撤离了 然后我们给他说 够够够 然后他们听不懂 不知道走哪去 出来共同混边训练 为了尽快磨合 增加户信 这天晚上 中国军人特地宴请了印方 开饭的时候 他们夜方人员都会跑过来 在我们这边来打饭吃 感觉他们对我们的食物 还是挺感兴趣的 这是双方逐渐交流的开始 为了让双方官兵沟通更加畅通 接下来的几天 天脸峰每天都要邀请印方连长 来到自己的房间 品尝零食 并教他是用筷子 他妈妈在宝宝 他妈妈在宝宝 那他妈妈在宝宝 他妈妈在宝宝 好 好的 好 好 好 非常好 好 到了普达的第三天开始 我每天晚上休息时间 我会把他们的军官交到一起来 聊聊天 慢慢地就把这个隔阂测下来 军官之间交流 默契的下面的战士 他也会主动去解决这些危机 到了第四天第五天晚上 我们就不需要翻译 我和他们的联络 那几个牌子就可以很好地交流 此次中印连训 目的就是为了加强两国两军的互信合作 增进彼此的友谊 几天的接触后 中印两国的官兵也在逐步了解 互相信任 还好相处 都比较热情 我们身上这个姓名牌 下面都有拼音 他们都认识我们的拼音 第二天上午 混编A连和B连展开了拔河比赛 绳子一会儿偏向B连 一会儿又偏向A连方向 双方进入了僵持阶段 虽然是友谊赛 但是混合编队的双方都没有放弃 他们都在努力配合 齐心协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听着加油鼓勁的助威声 大家按照节奏一起应支 为了解决双方的交流上的一个障碍 所以说搞成这么一个原意活动 来达到更好的交流 合在一起 几个回合下来 中印官兵逐渐变得越来越融洽 协调 在短短的十天时间里 中印双方如何密切配合 完成最终的演习任务 在印度参加联训的中国军人 将有怎样的收获 军事纪时正在播出 暖风吹过雪山 接受2016中印陆军反恐联合训练 即时 接受2016中印陆军反恐联合训练 中印双方要向达到应对实际恐怖活动的要求 仅仅克服交流障碍 这是第一 接下来的几天 他们将分别对基础体能 轻握器射击 反恐侦察行动 简易爆炸物盘出等一种 进行学习和交流 在反恐实战中 混合编队人员之间 必须熟练使用对方的枪械 因此 辨认射击时 需要中印双方交换枪械完成 为了更加清楚对方的武器性能 在互相传授动作药领后 中印双方互换枪支进行射击 他们挺新奇我们的枪的 用起来他们就喜欢打我们的枪感觉 都排着队来打我们的枪 我们的这个武器轻和短 操作起来比较灵活 辨认射击科目 也是这次联合训练的重点 它显示各种不同的颜色 它显示白色 你就打白色 显示蓝色你就打蓝色 每一种颜色的目标 设计一次 明白没有 明白 辨认射击科目 要求射手为25米远的 五组随机目标进行设计 每个目标限时三秒 考验着参训队员的 分数反应能力 和过硬的设计技能 指挥员向南面领开始设计 三秒钟之内 进行设计完毕 由于之前 双方都对彼此的武器 进行了简单操作 并掌握了基本要领 因此辨认射击科目 总体成绩不错 当时我们也是用 他们的枪 可能也有些不习惯 不适应 然后在第一次设计的时候 成绩也不是那么理想 然后到第二次设计的时候 还感觉挺好的 他知道 他知道 一 二 三 不开门 随着训练科目的展开 双方之间的交流 也越来越顺畅 五 二 三 一 二 三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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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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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简单的 专属手语 来告诉他该怎么做怎么做 基本因为他们也听得懂 看得懂这些手语 经过训练了过后 在他们的那个手语指挥下 我们也看得懂是什么意思 到后面默契也比较好 时间很快过去 随着交流的加深 中印官兵之间的配合 比之前好了很多 那么 在最后的士兵综合演练中 他们表现会怎样呢 接手2016中印陆军反护联合训练 士兵综合演练 演练设定的背景是 某国际恐怖组织 一伙恐怖分子 在中印边境活动 刺激制造恐怖袭击事件 为了维护该地区的和平稳定 两个中印官兵混云的联练 将对村庄里的恐怖分子 实施彻底清剑 隐蔽观察上已开售完毕 封控组织到达确定位置 伤手组织和战斗准备 各自注意按计划开始行动 演练现场除了官冒组以外 没有任何现地指挥官 参加联合训练的中印官兵 必须协同配合 随机应变 正式演练的头一天 恐怖分子在哪个位置 没有设定 没有设定 中和演练当天临时交进去 说实话 当时我还是很耐心的 就把他们那时候出现新的情况 这不会出自 激将行动部 搭乘两架直升机 迅速实施激将 突击小组交替以后 快速向恐怖分子据点核心区域 实施分组包围 我们接近那个石块的时候 你马上登上房子 你慢点 分成两个突击组 三名中方的战士 三名一方战士 变为一个组 一组从一楼进去 对一楼的两个房间进行清酒 然后二组从二楼进去 对二楼的阳台 和那个楼上那个房间进行清酒 恐怖分子 遗破房屋 封闭房门 顽固抵抗 清教组 立刻实施爆破手段 破门而住 逆去歼灭 恐怖分子 连长同志 连长同志 中色房屋 左侧三十米处 发现简易爆炸物一枚 发现简易爆炸物一枚 排爆座立刻潜出 对恐怖分子放置的爆炸物 进行排除 持兵综合演练 用事八小时 中印官兵 对藏匿的恐怖分子 进行拉网式搜索 实施全方位清教 2016年11月25日 接受2016 中印陆军反恐联合训练 圆满结束 经过十天的共同训练和生活 中印官兵之间增加了信任 配合也更为默契 双方在联合反恐方面 也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我们相信 只要中印两国两军 能够始终保持相互信任 充分焦点 边境地区的和平和安宁 就一定能够长久保持 中国新建 一场山地步兵联合训练 正在进行 为完成共同的努力 中国 俄罗斯 哈斯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官兵 将如何齐心协力 基础科目 他们怎样探讨和学习 实战背景下的演练 他们又是怎样提升军事技能 军事技时 下期播出 我们的力量 上课组织成员国 山地步兵联合训练 即时 上级 中文字幕提供